这时人类目睹了三体文明被毁灭好了第七年 在地球上的质子屏蔽之中 城西与情报解读委员会 召开了一次有关地球生死存亡的会议 爱典的金属墙壁可以在小范围内屏蔽质子的监视 工作人员开始在会场分发文件 会场安静下来 人们开始认真阅读了三个可能拯救人类文明的童话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王国叫无故事王国 无故事王国有一个贤明的国王 一个善良的王后 一群正直能干的大臣 还有勤劳朴实的人民 王国的生活像静一样平静 一直没有故事 国王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冰沙王子和深水王子 还有一个女儿叫鹿珠公主 深水王子小时候去了偷涕海中的木道上 再也没有回来 而冰沙王子在父王和母后的身边长大 但也让他们深深忧虑 他很聪明 但从小就显示出暴女的品性 王子长大后性格收敛了一些 但国王知道 冰沙心中有一国冬眠的毒蛇 在等待着苏醒的机会 但是公主却聪明善良 如果鹿珠成为女王 必定万米拥戴 于是国王终于决定 取消冰沙王子的王位继承权 由鹿珠公主继承王位 因此无故使王国有了故事 国王是在他的六十寿臣这一天 正式宣布这一决定 在这个庆典之夜 灿烂的灯火 几乎把王公造成透明的水晶宫殿 连冰沙王子那颗冰冷的心 似乎也被融化 他一改往日的阴沉 恭敬地向父王助手 任他的生命之光 像太阳一样永远照耀王国 他还赞颂父王的决定 说鹿珠公主 确实比自己更合适成为君主 所有人都愿意相信 这位从小暴虐成性的王子 变得温顺善良了 可他们殊不知 这正是阴谋的开始 解除了三体危机的人类 在至此屏蔽室中 对于空气中的静电带来的皮肤不是 与会者没有人抱怨 当听到赫尔辛跟莫斯坑 这个字眼的时候 学者们用各种地球上的 遗知言语拼携 在网络上和各种 专业数据库中查询 均一一无所获 在这个诡异的词语面前 各个学科最智慧的头脑都一筹莫沾 诚心顿了顿 故事又开始继续 在无故是王国的国王六十岁寿臣上 冰沙王子显露出的真诚和善意 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于是有大臣建议 应该制作一幅巨型油画 把庆典的场景画下来 挂在宫殿中一字纪念 我的画师老了 世界在他昏花的老眼中 也蒙上了我 我的父王 我正要献给你一位新画师 王子说完 新画师立刻走了进来 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 他这么年轻 能掌握那高尘的技巧吗 我的父王 他叫真眼 是空灵大师最好的学生 他自五岁起就跟大画师学画 深得空灵画师的身传 这种感觉通过他如神的画笔 凝固在画布上 除了空灵画师 他举世无双 在宴会上 真眼将在场的所有人都记在了心里 并且告诉冰沙王子 可以画得分毫不差 原来这名叫真眼的画师 可以把看到的人画到画里 从而使人消失 这种画必须画在来自 赫尔辛跟莫斯肯的雪浪纸上 才能产生这种神奇的魔力 而这种纸 必须用真眼从他师父那里 偷来的黑幼石板才能压平 二人骑成快马 来到了巨王宫十多里的 一处优势的地宝当中 开始实施冰沙王子的邪恶的计划 在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 童话故事会上 有的人沉思 有的人呆呆地盯着桌上的文件 似乎想看出更多的内容 漆黑幼暗的地宝中 邪恶的王子开始了 他筹备已久的计划 他命令真眼画师开始作画 画纸上的色彩渐渐多了起来 但看不出任何形状 五彩的余地不断滴到纸面上 画面渐渐被色彩填满 仿佛不是画师在运笔 而是画笔牵着他的手在游移 王子在旁边疑惑地看着 画面上色彩的涌现和聚集 有一种作用 所有的色块都有了联系 所有的色彩都有了意义 形状出现了 变得仔细清晰 王子现在看到 真眼画师画的确实是国王 画面上的国王 就是他在宴会上看到的装束 那表情大不相同 国王的目光中 没有了威严和睿智 而是透出一种 如梦出现的迷茫 震惊悲哀 藏在这一切后面的 是来不及浮现的巨大恐惧 而在十几里外的王宫中 寝室中的国王凭空消失 被入还有他身体的余温 床带上还有他压出的凹痕 但他的躯体消失得无影无踪 通过这种办法 最后准备将露珠公主也画到画中 千军一发之际 真眼画师的师父空灵大师赶到宫中 并且带来了一把 可以解救公主的伞 空灵画师说 从前他那里的其他画师 也有这种画迹 他们甚至可以把动物植物 也画入画中 但有一天 一条渊龙凭空降息 随后三个大画师画下了他 但他仍然没有消息 反而还在画外前游和翱翔 后来画师们雇佣了一位魔法武士 经历了一场是赫尔兴跟莫斯肯的 大海沸腾的敖战 用火箭杀死了渊龙 而这把伞就是用那渊龙的残骸制造而成 空灵大师接着说道 真眼画不出深水王子 他是王国中真眼唯一画不出来的人 你们一定要让深水王子回到宫中 杀掉真眼 并烧掉公主的话 下公主就安全了 于是在出路的晨光中 一辆轻便马车从一个侧门使出王宫 马车很快消失在远方的武爱当中 奔向套天还去寻找不知去向的深水王子 就在三日离开皇宫的同时 真眼画是刚刚完成露珠公主的画像 他对冰沙王子说 这是他画过的最美的一幅画